天氣這麼熱 不少民眾選擇用汽車代步 但是上車之後打開冷氣 卻發現怎麼不夠涼 不少車主來修車 才發現原來是冷煤出了問題 夏天天氣太熱 汽車裡跟燜鍋一樣 如果冷氣管入堵塞 民眾更容易感覺到冷氣不夠力 基本上多六成左右 就會來選擇來我們這邊 去做檢查冷氣管入 冷煤量是否足夠 或者說冷煤的管入是不是有堵塞 導致它的循環量不足 先將冷煤的高壓管低壓管 抽取真空後 再將新冷煤灌入管線中 全程約花兩個小時就可以完成 汽車達人建議 每兩年就要將冷氣管入 全面清洗一次 另外更要注意 高溫也是輪胎殺手 你車子天氣熱的狀況下 胎壓是會隨著溫度 一起做升高的動作 對那當然胎溫在自己升高的狀況下的話 做起來會相對的比較彈挑一點 溫度高胎壓也容易跟著升高 專家建議夏天的胎壓大概抓在34PSI 至少一個月要檢查一次 高於40PSI或低於32PSI便要小心 而胎溫也同樣要注意 這邊的摩耗指示線 已經跟旁邊的胎六接近切息的狀況 在高溫的狀況下呢 你再加上胎壓又偏高的狀況 可能在沒有炸到釘子的狀況下 就可能會導致會有爆胎的現象 若胎溫已經均裂或超過摩耗指示線 除了雨天行駛容易有水漂現象 高溫下更容易爆胎 提醒民眾別忘了事前檢查車況再上路 華視新聞張婷與張俊惠 台北報導